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式进入到电脑版旧版本的 那么我们早上没有成功打开 我后来知道原因 因为他抓到的这个网路摄影机 跟我现在就是在MIT里面用的是同一台 所以因为他预设先抓到那一个 所以他就两个就强绷了 所以就造成我没有办法把它关掉 所以其实我早上把Google Meet的关掉之后 就可以正常打开 OK 那首先回复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电脑版 不管是新版本或旧版本 他的右下角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的logo 那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让他出现 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在哪里呢 请你从左上角这边 好你找到房间 房间的最下方 有没有一个叫做隐藏浮水印 就是这个地方 你只要按下去 他就可以把这个浮水印收起来 这样就没有了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这个关掉的地方就在这边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虽然这是旧版本 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比如说你看我切到这边来 你可以发现像我现在这一个 我现在这个的镜头就是用哪一个 那个95度的那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的桌面 他都有帮我抓到的 有没有 我已经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还是不一样对吧 好 那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整个的界面 那么第一个 你一进来之后 中间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你最后的合成的结果 这是最后合成的结果 然后我们的右手边 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两个 一个叫房间 一个叫简报者 我们这一个 这位同学叫做简报者 了解 你看到后面这个背景 叫做房间 好 所以他新版本把这两个是做在一起 好 做在一起 那你要切换你的麦克风 切换你的相机就是从这边 不过这个软体呢 你第一次把它安装起来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来你看一下 安装的过程 好 有的电脑如果有缺这个Virtual C++ 他那个可转发套件 在你刚刚安装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先装 那装完可能 如果可以 当然你可以重新启动 但是如果你不行 也没关系 直接关闭 一样可以使用 那么你刚刚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你先注册一个账号 那么你的这个账号 只要跟我们早上用的线上版 一样的就可以 他没有限定说要设为不一样的 你就可以用同样的一个 然后你如果注册完了 他就会告诉你 要不要启用 有没有 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要不要启用 你就按启用 他就会开始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然后呢 打开你的桌上的这个版本 这样了解了吗 那么第一次进来 会有一个这样的欢迎讯息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软体 还没有装起来的 你可以试看看 像这样子 我先等大家一下 好吧 你可以先把这个旧版本的软体 装起来 那旧版本的软体呢 在哪边 在这里 这个网址在这边 其实老实说如果你不要 我待会介绍到 比较多的功能的话 其实你用线上版的也还不错啦 对啊 一样都可以的 好吧 好 那如果你已经有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画面 就是已经装完 有正常可以执行的 麻烦你帮我按个1 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OK了 好 莫妮卡已经好了 唐利也好了 好 昆章这边提到电脑版的设定 因为他这个是旧版本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 一些 插入媒体的部分 他的设定相对比较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旧版本的一个 操作大概怎么操作 首先其实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讲的右手边这个房间 他里面的这些场景 有一部分跟现在 新版的上面是一样的 但是他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 旧版才有的那个 房间的图片 好所以如果里面没有你的 没有关系你就从最上面这里 有没有其他房间 你把它按一下 好按了之后呢 他会有这个视窗跑出来 他会从网路上再去下载 那你一样可以看到他的左手边 有类别的名称跟后面就是这类别里面 他的这些房间的数量 那你可以看到像抽象的啦 或者是假期的都是相对比较多 好那如果你想做自己的 你就从左下角这边 自己再上传上去 那你看你要哪一个呢 你就直接把它加进去 有没有 这样就好了 好就按一个这个加 你看像我这样点一个 他就会从网路上把它下载一下 但是各位要注意哦 很多人开了这个视窗之后 就急着回去看这里面有没有 结果发现我怎么点旁边都没办法点 因为你这个视窗没有关闭 好所以要麻烦你先把 刚刚打开的这个视窗 把它关闭了之后 哎你再回来这边去看他 有没有你看我在这里 这多了一个 点下去我就套用进去了 好这样子的话呢 你是不是就省掉很多时间 当然其实这些背景啊 版型啊你都可以自己再去做 好这是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要增加 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房间进来之后 你可以像这样用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简报者 好你看我们的简报者 简到他 你可以看到这个方式呢 跟我们线上版的 其实可以说是雷同的 好你看人物的大小 然后呢 他的淡化 对不对 刚刚的叫淡化 然后在这里你看 对不对 我的大小 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三种 去背的方式 对不对 这个是去背的 这个是举行的 这个是圆圆的 这都一样 但是他有一个是线上版没有 就叫做将我置中 你看哦 如果用圆圆的 我现在是还好 假设我歪一边 这样是不是就怪怪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勾起来 你看 我这样在动 有没有感觉他会跟着 自动帮我制到 画面的正中间 对不对 好像摄影机会追踪 事实上不是摄影机追踪嘛 而是因为他本身的画面就比较广嘛 那我只是把人的地方 放在画面的正中间 那这样就等同模拟 我们的那个自动自中的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 他还有指标的功能 这个也是我们在用线上版 他没有的 这个指标呢 你看滑鼠滑过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这个里面会有 也就是说你如果按下下面 这个录影的时候 你就会录到 滑鼠的游标 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像我们 PowerPoint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做 雷射笔 有没有 雷射笔的这个效果 甚至你也可以用这个 这支笔在里面直接书写 那你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你的这个 有没有 在这边 我就可以在这边直接书写 也就是把我的荧幕当画板 跟我们线上版是要另外开一个 这个画板是不一样的 好那另外呢 他有放大 对不对 圆形的 哎我把它放大 可是这个我就觉得还好了 哎这个用到机会反而比较少 好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好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我并不是分享我的全荧幕 我的全荧幕的话你可以看到 哎我在这边画都没有问题 你看得到 可是今天我如果是分享视窗 那么我现在滑鼠上面的这些圆圈啊 我现在滑鼠比较大支 这些你都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效果 好所以 我就可以搭配刚刚这个指标的功能 等于我在录影的过程里面 他就帮你把笔准备好了 哎事实上 这个 当然 也可以变成是我们Google Meet里面的什么 就是虚拟摄影机啊 好虚拟摄影机的功能 好所以这个 各位呢 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说下面这个效果 你看它比较多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功能 跟网页上的不大一样 人家真的是整个 荧幕都在下雨好吗 哈哈哈哈 好所以现在线上版是只有 老师的画面而已 但是旧版本的在这边 就是像这样子 哎那效果比较多 其实这个跟 有没有用安装有关系啊 因为有些是 他必须要屈旧于什么 就是线上的功能哦 所以 没有办法像电脑板上用那么多 那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哦 有没有发现有一条离开 你看我按一下哦 所以 刚刚我们 早上也好 或者笑一开始 我不是有用 播影片吗 我跟你讲 在这边这样就有了 连这个你就省下了 那你也可以选哦 你看点这个旁边 自己可以打字 自己可以设定你想要的图案 有没有 都可以啊 你要换成这个就换这个 要换这个 请稍后 对吧 所以其实 他并不是 像我们讲的 好像只能录影 您也可以 一样 就是 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 线上的 这个 开会也好 或上课的工具 那我按一下 哎就回来了 所以这样子你连准备那个 休息一下的 哈哈 那个影片都可以省下来 所以不一样吧 好 那 这个呢 就是 他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再来我们回到房间这里 好 我先把它的一些基本的 可能有一部分跟 这个 叫做线上版 不一样的 新版本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介绍 再来我们往下 你可以看到 在下面这个区块 就是他的投影片的 功能 也就是做简报 可是他上面多了这三个 这个是新版本没有的 好 新版本没有 新版本 当然 你可以自己调这些素材啦 人的影像 这个都OK 可是你看 你没有感觉到 我现在这一个 左上角这一个 人家是有角度的吗 有没有发现 这个 跟我们之前的 就是平平的不一样 你看我把它关闭 有没有 我原本分享的东西就不会跑出来 那一个叫肩膀 肩膀呢 就是可以局部的显示 所谓的局部显示就是他不是撑到最大 那我都按全框 他就会有撑到满板 因为这个效果我们在网页上 他可能是技术性的关系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但是我还蛮喜欢他这个肩膀的效果 你看你就可以像这样去 自己做调整 好 所以说 你现在可以发现 我在这边 一样是新针头里面 对不对 我就可以增加 但是呢 他有一个跟我们之前 就是新版本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场景 在这里 你有看到我左下角叫做场景一 对不对 这里叫做场景二 后面还有场景四 甚至后面还有 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区隔 就是说我今天每一个场景 你现在看到场景四 是这样子 那我的场景二 场景一 我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房间的 那个背景 还有就是人物 人物本身 他的位置 以及 就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开关 他会帮你记录下来 变成一种设定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切到这边来啰 好切到这边来 有没有我抓到的是另外一个 这边我就用全框的 那我再抓到 这个场景四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 因为场景四我就是拿来做什么 就是不需要 老师出现画面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自己消失一下 没有错你消失 你可以说简报者 我再自己把它调不见 可是我干嘛每次都要跑来这里设定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场景 其实这些概念跟我们在用什么 跟我们在用那个 OBS 其实上次很接近的 OBS也是有场景的概念 对不对 你看我切过来 有没有这个的位置就在这边 可是我切到这边来 这个位置我就在左边 我的大小可以调整 那这样的话呢 我是 只要有不同的场景 哎我这个刚开头 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那么进到正式的介绍 我想要让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我就进到这里 那 怕我挡住大家的画面 我就进到这里 有没有感觉 因为他在录影 或者是呈现上的灵活度就会比较高 好 这个是 我还蛮喜欢旧版本的一个原因 这样大家OK吗 所以 每一个场景 就是说 这个场景 到底你是耗用哪一个 这个 效果 你都可以去设定 那至于说 你的这个 所谓的肩膀 因为他很特殊就是这个肩膀的功能 他的倾斜的角度 还有他的大小 是怎么设定 跟你的房间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来您看一下 我现在是 套用的是最下面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进到这里之后 你看 我移到那个房间的右下角 有没有有一个那个齿轮 对不对 这个地方你可以按下去 我就可以进来设定 我的这个 内容 他的倾斜的角度 你看这是水平的 有没有 我可以转不同方向哦 所以不 见得 一定要是倾斜的 你要平平的 也可以 但是我也可以弯比较多 有没有 然后垂直也可以哦 在这边 所以这个 会储存在你的那个房间里面 这个设定 有没有 我也可以用这样子啊 用这样子啊 对不对 这个就还蛮灵活的 如果你玩坏掉的 你就重设嘛 你就看你要挺斜到什么角度 然后自己放到哪 这样子呢 你看我点到这个 有没有发现这里会受影响 所以同一个房间的 就同一个场景 他会受到 一样的调整 那我如果点到这边 好点到这边 他 包括 简报者 房间的设定就套进来 那因为我这里是全框 所以你就感受不到那个肩膀的感觉 你看这个 肩膀在这边有没有 好 那我来这边 好 这是我上面这一个 如果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 我就点开他 哎 你来另外一边 转另外一边 好 那我就把他 拉过来 现在呢 你看到我另外一个 点到他 这里 有没有 这样是肩膀的 我按一下全框 回来 肩膀 有没有 每一个都一样了 那这个的话有影片 他会播放 对不对 影片也可以播哦 不是只有我的全屏幕哦 都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在 整个虚拟摄影棚的这个 临场感 就会比较多一点 这样OK吗 所以 在这一块里面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 你 一样是虚拟摄影棚 也一样是 这个软体 只是新旧版本 他在整个画面的呈现上 会有一些差异 当然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看到他有另外两个差异 就是在录影 跟 这个播放的部分 好 那那个待会我再讲就好 所以 先针对这一块 不知道大家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稍微操作看看好了 好不好 因为 这一块呢 你可以 很快的就知道 他的那个感觉啦 好 我们就 给他 嗯 等待一下对不对 好 现在点到了 对不对 我等各位一下 一分钟 一分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就用 这个模拟的方式来给各位 分享一下 来你看 因为我刚提到的 就是 你们的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好几个场景 因为一开始大家是只有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刚刚 Monica提到的问题 她做新增投影篇 但是 文字书以后竟然没有出现 那这是有什么样的情形会出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 一样 你还是先选你要的房间 对不对 哪一个 好 先选好 那预设它里面这个就是空的 所以呢 你要怎么新增 我们的这些 比如说你的文字 图片 影片 甚至我要分享画面 就是从左手边 这里 你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里 新增投影片里面 这里新增投影片里面 就有 跟 我们 早上看到的那些功能是一样的 在这里 好 再点一下 有没有 在这边 好 你可以新增一个投影片 我可以有文字 还是我单纯就只有简报者 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 插入你的 影片啊 或者是你要播放声音 然后来自网络的GIFI 甚至 荧幕上画面的分享 通通都可以 那如果你有简报档案 就是微软的PBTS 强调一下哦 他必须要是PBTS 好 如果你是旧版本的 他汇不进来 或者是你也可以变成PDF 这样也OK 也可以 汇进来 那我先 新增一个文字 你看我新增一个文字 OK 那他有分标题 有分内容 好 那我就在这边 这里 我们的 标题文字 嗯好可以 偷懒一下 来 这是内文的文字区域 好 那你要的比例 对不对 然后放在场景 第几个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 好 按完成 有没有就跑出来了 那如果你 没有看到 为什么没有看到 因为啊 如果你是按关闭头影片 有没有关闭头影片就消失了 对不对 你要在肩膀 你要在肩膀或者是全框的状态下 全框就是他会把他放大到整个画面最大 好 但是因为他维持他的比例 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是选择全框 但是没有办法拉到整个画面 因为我们刚刚的就是1比1的比例 所以 莫尼卡你的问题应该是你按到的关闭头影片 这样有OK吗 对好 OK 不好意思 就刚好 嗯 直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 有没有 我在 这个边框 他太怎么样 太斜了 怎么办 你可以到哪里 到我们刚讲的房间对不对 你看 看你的房间是套用哪一个 你就找到那个房间的右下角 好 这个齿轮点下去 好 现在这个 倾斜太多 你就拉回来一点 好 我往右边拉回来一点 OK 那 位置的大小 你一样都可以自己调整 好 放在这边 当然如果你要编辑他 旧版本就是在 你看 我影片这边有没有 点进去 好 我不要1比1的 我想要换成16比9的 那我们就会变成比较水平的 好 这样就有点太大 我就可以再缩小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用旧版本的方法 当然旧版本有个缺点 什么意思 你这些内容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左下角 我想要增加文字 我想要增加我的媒体 或者我的画面的分享 我们一张投影片 一张投影片只能放一个 可是新版本呢 他就突破这个限制 他一张投影片 你想要放文字 想要放 这个你看网络摄影机的画面 想要放简报 或是荧幕分享 通通都可以挤进去 好 所以 这个各有优缺 那旧版本他的缺点 你就是说 因为你一次可以放一个 所以如果我需要 两个的话 我就变成需要 做两个那个投影片 这是使用上您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 OK 好 那我们解决了关于投影片的 这个显示的问题之后 再来看一下就是有关于场景的部分 场景的话 因为你预设就只会看到一个 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要增加 所以就只有一个 好 那我可以来指定 比如说我再增加一个 好 我来增加一个GIFI的 好 你看在这边一样 你可以直接点 也可以直接透过搜寻的方式 有没有 好 就是他了 OK 投影片的名称 这个没关系 我把它按下完成 那么预设进来 当然就是还是套用我们 现阶段的这个场景 可是我想要新增怎么办 我就来这边 告诉他 哎 这个 我想要改变一下他呈现的方式 我可能是不同的房间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是 我想要有不一样的简报者的呈现 我就按一个新场景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这里变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 现在就变场景二 他会依照这个 自动在编号下去 当然你可以帮场景命名 好 那 像这样子 点了他之后 我这个想要改变一下 我就来选一个我想要的房间 好 选了这个 然后呢 我想要让他放到来 这里我缩小一点 OK 那我想要放到右手边来 可是这个方向就不对了 我要转到另外一边 其实如果你要做全框的 也就是全萤幕的 事实上有做这个没做这个就没差 好 好 在这里 如果按全框 有没有他就自动称到最大 这样可以 对了 还记得刚刚怎么把这个关掉吧 右下角那个logo 从这边 到上面 房间 选择隐藏浮水印 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你看这个他就记得 这个 他刚又跑出来 所以你看我点到这里 有没有 点到这个 是不是就切换了 我的位置也变了 然后 房间的背景也变了 然后呈现的角度也变了 好 呃 紫苑说 这就是转场效果吗 可以啊 你也可以这样讲啊 好 就肩绑到全框 他也可以说是转场效果 因为他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你们在 Mid上可能看到那个转场时间比较短一点 我这边大概会看到一秒钟的这个转场左右 你们因为那个更新度没有那么快嘛 所以可能 只有感受到一点点 哈哈 这样 ok 吗 好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 当然我如果要再增加可不可以 你知道有新的投影片 好你就可以再切换 甚至我也可以怎么样 你看我这边我还可以直接切换 好 切换回去 好 我再增加一个投影片 好 我来看一下 好 好 再增加一个GIFY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来跳一个 好了 这样增加一个 对不对 那我也再增加一个 萤幕画面分享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他就抓到我三个桌面了 好 你分享的时候呢 不是每一个都是全萤幕分享 你也可以像我们Google Meet一样 我分享某一个视窗 对不对 这样都可以哦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有开蛮多个的 那 如果是抓全萤幕 我就用萤幕123看是哪一个 那如果是抓我们的 我看一下 我来找一个视窗丢出来 好 我把这个 我把一个 把它丢出来 好 来看一下哦 好 再来增加 萤幕画面分享 好 我看到了我的Google地球的 就是这个 我就只分享这个分页 你看这样有没有进来的 对我把它放到全萤幕 因为现在是全框 哎 我把它变肩膀也可以啊 你看我在右手边操作哦 有没有一样可以操作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比较好的 或者我们讲说这个 画面的呈现效果 我还是比较建议至少要 双萤幕的方式哦 因为你 没有双萤幕的话 其实你在做这一块 真的就会比较辛苦 虽然你也可以全萤幕分享啦 可是变成说 你会抓到一些不必要的 好 那你要全框 我就全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做操作 好 那 你看哦 我这边 如果我想要再一个 我就可以 告诉他 哎 这一个呢 我要变成一个新的场景 有没有就变场景3 如果你要变回场景1也可以哦 你看我把它变成场景1 有没有发现他就跳回另外一边 我变成场景3 就恢复原来的 那 头影片 彼此之间可不可以调整顺序 当然是可以的 按着他你就可以拖曳 按着下面哦 你看拖曳拖曳拖曳 哎 拿到前面来放开 有没有 场景3 他如果套要哪一个场景 他就过来 但是如果你是 变成场景1 他就自动合并到前面去哦 如果场景2就合并到后面去 好 所以 我们的内容 你看我把它贴过来 好 你看我拿来这边 如果把它变场景3 他就跟前面的是不是在一起了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只是在用Powpoint吗 有没有 丢到后面 好 如果变场景2 他就跟他并在一起 像这样子 场景1如果跌回来 同一个的他就会自动黏在一起了 这样对于这个 这样对于这个 5M的基本操作 有没有比较有概念的 这样大概了解哦 旧版本 我喜欢他的是 他在这一块确实比就是 线上版的还要灵活啦 OK 好 所以 先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 体验跟认识 好